不许让他在外面投尺 不如让他把女人带回家 那至少我每天 还可以看到我老公 你是傻了吗 让别的女人到家里面来 好了啦 他已经很难过了 清清 这件事情到底多久了 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 这样默默承受呢 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是幸福的 那至少在你们面前 我还可以幻想 我真的很幸福 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有了小孩 圆安就会受心 可是我偏偏 一直没有办法怀孕 我甚至在怀疑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我生不出小孩 所以圆安才会出轨 你学对人来这回事 一个女人的价值绝对不止 最能解答 如果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回家 只是为了生小孩 他不是人 而且男人出轨是没有理由的 你不要是把所有责任 都往自己身上拢好不好 就算你先实权实命 会出轨的男人就是会出轨 你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难道不知道我不需要自责吗 我难道不知道男人就是这样吗 你们说这些话 我已经想过一百遍了 可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他现在就是我的老公 他今天就是爱上了别的女人 我又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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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不成 我要大哭大闹 还是我要去死呢 都无论 还是想要我 speculative 你赶紧 我怜悲不了 自己没有老公 那我听父亲 我怜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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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